大家好,和大家分享一个德国有名的黑森林蛋糕 这个蛋糕分两个蛋糕胚子 我先来说一下第一个的配方 五到六个的鸡蛋 大白和蛋清分开 然后蛋清里呢,五个鸡蛋加上五勺的温水 六个呢,就加六勺温水,打八 同时蛋黄加上两百五十克的糖 慢慢的加入一百克的面粉,一百克的淀粉 加上一点小半勺的泡打粉 把它慢慢的搅匀 同时呢,再加上十克的柯柯粉 然后把打发的鸡蛋清慢慢的混合到里边 这个呢,我已经混合了一点点的鸡蛋清 现在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混合 接下来把混合了一半蛋清的蛋糕糊 倒回那个打发的蛋清 然后拌成这样就好了 把它倒进蛋糕模具里 然后把它放进烤箱中层或者中下层 根据自己烤箱决定 关键是这个烤箱千万别提前预热 蛋糕放进去以后 然后再开烤箱 调至上下火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度之间 我一直使用一百八十五度烤 大概在四十五分到五十分钟之间这样 因为我今天烤的量比较少 直接四十五分钟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蛋糕胚子 用料有一百二十五克的面粉 十克的柯柯粉 加上一个刀尖的泡打粉 五十克糖 再加上一包的香草糖 一个蛋 再加上五十克的黄油 把它均匀的混合起来 配方我会写在屏幕上 然后把它混合成这样一个非常粘手的面团 就可以了 第一个蛋糕胚子已经烤好了 我们把它盖上厨房用布 慢慢让它冷却 下面要来做第二个 第二个的大小和第一个要相同 可以稍微的大一点点 这样就直接进烤箱一百九十五度 大概烤十分钟左右 现在进烤箱一百九十五度 烤十分钟 现在第二个也烤好了 趁热把它移到盆子里 等它变热以后就发硬了 一动就会碎掉 这个是这个蛋糕的底座 好了两个蛋糕胚子都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烤樱桃的夹心桃酱 三瓶糖水酸樱桃 然后用其中两瓶的樱桃汁 加上75克的糖和60克的淀粉 先把加了糖的酸樱桃煮开 然后小火煮上两分钟左右 接下来慢慢倒入调好的淀粉水 开小火慢慢倒入调好的淀粉水 原方里头呢 还有一到两汤匙的樱桃酒 但是因为家里有孩子 所以这个我就省略了 并不影响最后的成品口感 好了这就煮好了 放进冰箱冷藏一晚上 明天开始煮装蛋糕 现在把做好的蛋糕胚子 一个薄的 下面一个是薄的 上面一个是厚的 厚的把它一批二 好 然后再来 再来 排骨盒 再来 排骨盒 再来 排骨盒 放在旁边 这是昨天烧好的樱桃夹心 现场打发的鲜奶油 然后开始组装 先涂上一层奶油 把淡奶油的这一面向下 铺在樱桃上 接下来把淡奶油的再盖上去 如果你上面还有第三块蛋糕 就继续铺樱桃铺奶油 我因为蛋糕用完了 所以直接把奶油都铺上就可以了 多余的樱桃铺你可以冷冻起来 或者直接吃着也好吃 冷冻起来下次可以做别的蛋糕用 我并不上巧克力碎做装饰 好了 今天的黑森林蛋糕做好了 我们开始吃蛋糕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